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突發!上海地鐵車廂冒煙 乘客驚慌狂逃 中共中央保密局局長夏勇被趕出中南海的內幕 中國人許多權力悄悄消失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之機 今天是10月5日 星期六 突發!上海地鐵車廂冒煙 乘客驚慌狂逃 10月4日 有網民發布視頻稱 上海地鐵9號線行駛至星中路站附近時 一陣煙突然在車廂內蔓延 有人大喊著火了 有很多人逃跑 視頻在網上引發熱議 許多上海網民於視頻評論區表示 當時我在車上 慌亂之中買的稻香村糕點都不知道哪去了 我也在這趟地鐵上 人群湧過來的時候 我是一臉懵逼的狀態 被人群擠到了車廂尾部 腦子想的是喪失危機了 據上海地鐵通報 10月4日中午12點20分左右 9號線行中路站一列列車車廂內 有乘客手機突然冒煙 同時一扇車門緊急拉手 被拉下 有部分乘客下車 後經車站應急處置 列車恢復運行 期間沒有人員傷亡 有網民表示 是我弟弟找別人要了瓶礦泉水把手機消滅的 是手機自然 當時我也在車上 太恐怖了 許多網民詢問 什麼手機 估計是國產手機 不然標題就寫了 是國產手機 國人鐵定雙標 不說牌子就說明這個牌子有保護 沒人趕出來匯報是哪一款手機 怕被打臉 也有的說 事不大 但是造成混亂 後果可能會嚴重 據《新聞晚報》報導 近期上海地鐵已發生兩起電子設備著火事件了 上海消防消息 9月22日14時許 上海軌礁8號線大世界站一乘客乘坐自動扶梯時 包內的充電堡突然發生自燃 隨後 地鐵工作人員和乘客用滅火器迅速撲滅了火源 事件中無人受傷 中共中央保密局局長夏勇被趕出中南海的內幕 近期 中共公安部長前助理 前禁毒局局長劉躍進被逮捕 官方指其私自存留設命文件 隨後有文章披露 劉躍進的校友 中央前保密局局長夏勇被趕出中南海的內幕 今年3月18日 中共第13屆全國政協委員落馬 9月24日 劉躍進被逮捕 其被指控私自存留設命文件 大搞權錢交易 非法收受巨額財務等 劉躍進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 新貞系 該校學生曾出現一批重量級人物 如中共最高法院院長周強 國安部黨委書記陳文青 國家安監總局局長楊焕寧 國務院法治辦副主任夏勇 重慶市副執長何廷等 夏勇於2005年從中共社科院調往中辦走上仕途 其先後任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副主任 中央保密委員會辦公室主任 國家保密局局長 2013年3月 夏勇調任國務院法治辦副主任 今年10月4日 自由亞洲電臺專欄《夜化中南海高新》的文章透露 劉躍進的校友中 當時只有夏勇一人是做學問的 但在胡錦濤時代官至中央保密局局長 習近平上臺後 在整肅令計劃的過程中 把夏勇趕出了中南海 2016年8月31日 夏勇因嚴重違紀被終止中共政協委員資格 高新的一位朋友曾當面與夏勇交談過 夏勇不承認自己與令計劃有任何非組織關係 但承認自己是被令計劃擔任中辦主任期間提拔起來的密書局局長霍克給坑害了 文章提到 當時的中紀委指稱令計劃違紀違法獲取黨和國家大量核心機密 確實不是欲加之罪 何況無辭 就在令計劃不再擔任中辦主任之後 暫時還留在密書局局長任上的霍克仍繼續執行他的指令 為令提供他點名要的一批機密文件 而夏勇的所謂嚴重違紀就是身為保密局局長 卻沒有按照規定要求霍克把文件及時交回 文章表示 習在下令將霍克開除黨籍公職一交司法的同時 倒也沒有過分為難下勇 只是讓他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重回高校當教授 劉躍進的同學 前公安大學講師高光俊此前對大紀元表示 劉躍進在江派大員 孟建柱和郭聲琨掌管政法系期間獲重用 其手上的說明文件或涉及新疆集中營 高光俊表示 官方列舉了劉躍進的很多罪名 但排在最前面是政治不忠誠 這一點應該是有跡可循的 比如劉躍進的太太也經常來美國 恐怕當局認為她對共產黨不忠誠 不忠於習近平 中國人許多權力悄悄消失 阿波羅網歲月號報導 1983年 當時正值全國開展清除精神污染 反對倡導人道主義 反對接受市場經濟理論 反對提倡藝術美學的自由主義傾向 社會氛圍極度緊張 自由亞洲電臺文章稱 陳奎德和另一位博士生先是收到了停學三個月的通知 要求她暫停博士學業 重新學習馬列主義 但就在她等待更嚴厲的處罰時 事情又奇蹟般的發生了變化 清除精神污染 只運動了28天 便宣告結束 他們因禍得福 名聲大噪 結識了非常多的學界朋友 所謂自由化思想的人 都是志同道合的 她後來成為1949年後 西方哲學史專業的中國第一位博士 畢業後 陳奎德留校任教 後來又接任華東理工大學文化研究所所長 任上海思想家雜誌主編 參與了一切可以參與的改革 直到1989年去國 被迫流亡 陳奎德的80年代 可以說是許多中國人80年代的縮影 有希望 有動盪 有壓迫 有熱血 直至結束了在中國的一切 中國民主活動家王君濤對自由亞洲電臺表示 我覺得不存在什麼80年代的黃金時代 如今大家對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懷念 在它看來並不符合現實 那時候知識分子對鄧小平也是非常不滿意的 對趙紫陽也不滿意 只是對胡耀邦還是比較滿意 1980年的苦練風波開啟了中國持續至今的電影審查制度 中國人民對土地的私有權 是在1982年的憲法中失去的 一同消失的 還有通信自由和罷工自由 伴隨著許多權力的悄悄消失 還有一些權力是人民自發爭取來的 並不是政府主動而為 中共中央黨校前教授蔡霞形容 1980年代的形勢是 只有一條門縫 老百姓就能努力擠開一扇門 王君陶回憶說 當時一直追求民主自由的人 也是一直被打壓的 比如魏京生 王熙哲都不只被判了刑 而且是判了重刑 我們這些在高校中的人雖然幸免於難 但是80年代的政治清洗運動一直沒斷過 而且每次都有一大批人受衝擊 共產黨沒有一天是好的時候 一直也沒有變 著名異議人士胡平說 之前對鄧小平的歷史評價確實過高 粉絲資人幫與鄧並沒有什麼關係 平反文革 冤假錯案 真理標準大討論等 糾正毛時代最大錯誤的動議 鄧也不是第一推動者 在蔡霞看來 六四前的80年代 鄧小平只做了兩件事 一是順水推舟 雖然沒有主動發起任何改革 但也沒有阻攔 二是為中共在當時道路的合法性提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相當於給老百姓自發的一些新的經濟現象 蓋了一個合法的印章 陳破空的80年代是意氣風發 無所畏懼和極度天真的 1985年 他和10名同級大學同學寫信給胡耀邦 要求政治體制改革 4個月後 胡耀邦真的派人到學校來 與他們進行了座談 他後來搞民主啟蒙 帶領上海高校學生上街遊行 也沒想過要害怕 從沒想過居然還會倒退 沒想過他們完全是反動的 還可以反攻倒算 還可以專制復辟 今天副頻道的最新內容是 北京威脅全面戰爭 分析稱中共高層怕遭斬首行動 驚呆世界 以特工多狂 依前總統稱 法摩薩德組織領導和特工全是以特工 罵習 剝光衣服也要當皇帝 任志強女制信息 判保外就醫 潘石疫期海外相挺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來觀看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副頻道 您可以在我們主頻道的首頁向下滑動 找到副頻道的圖標並點擊進入 此外 每個視頻描述下也有副頻道的訂閱和贊助鏈接 我們也會把副頻道的視頻內容通知發到主頻道的社區 我們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 我們在乾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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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前卻 scared 掌聲 居然 現在 皇國 黑 琦